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剑还来 我仔细瞧了瞧那把剑 可真是不简单 像是大有来头 你从哪里得来的 剑为什么会断了一剑呢 快 快把剑还我 你怎么了 剑 把剑放在地上 你走 快走开 到底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这么生气 你别 气成这样对身体不好 我又没说不还你 穢 要注意,有些怪物是有些怪物, 但用有些怪物就能做兩樣的怪物 但用怪物的怪物是有些怪物 解冒充電器, 正在用怪物的怪物 解冒充電器, 用怪物的怪物, 但用怪物的怪物 你 你 屠宿 你体内煞气纵 有以朔月式最为严重 无形中便可令你杀心重重 为师名思苦想亦无法可见 唯有既往以轻制着 昆仑山天雍城 乃天下清气鼎盛之地 虽无法消弭你体内凶煞 却可减缓其将你蚕食之事 生死攸关 万不可擅自离开昆仑 切记 切记 判记之剑定是上古邪物无疑 邪剑有灵 远古之威 为师亦驾欲不得 此剑似具西煞之功 力量与你煞气细出同源 虽不至此剑笔掌 却可略为吸纳你身中灼气 故由你保管 但切勿受其牵引 失去本心 更不可让坟记为他人所得 身体里似是有污暖液 煞气慢慢缓了下去 究竟 是什么 离开天庸城 每逢朔雨 凡是一次比一次痛苦 为何这一回 银子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觉得难受 这是何处 你不记得了 之前我们打了一架 你好厉害 不过明明是你赢 却忽然昏倒 吓我一跳 我背着你 想找人看病 走到河边 有个船上的人说认识你 后来我们就上船了 是你 助我压制体内煞气 煞气 不明白 不过 你杀气是挺重的 刚才见你很痛苦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生病还是受伤了 就想试试看 把真气度给你 有用吗 这把剑还你 是我不好 谁知道 你会那么生气 你生起气来 真够吓人的 此剑 不敢教育他人之手 姑娘见谅 你能告诉我 昏运这把剑的事情吗 是怎么得来的 无可奉告 这是你的秘密 那我们来换吧 人家就是喜欢换来换去 我告诉你我的一个秘密 银贼 你就把剑的秘密告诉我好不好 我不叫银贼 对啊 那个船上的人 说你叫百里屠苏 一时没改过来 我叫方琴雪 交个朋友吧 你这人 蛮好玩的 养的鸟也这么威风 他 跨阿翔威风 不早了 还约了刚认识的朋友 一起放灯呢 我要走了 这儿的规矩我懂 打胜了才能发话 改天再找你比试 要是我赢了 一定要告诉我那把剑的事情哦 勿要自作主张 就这么说定了 对了 思索 假如 你认识那个茅团 和她说说 让她下回 别对我那么凶行吗 我就是想摸摸她 苏 休要胡乱相称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后会有期 这回也定没念错 好个性子爽直的姑娘 百里少侠可好些了吗 原来是你 多谢先生相助 封辞灯会盛世 在下便临时起义租了艘船 本想与季同小兰一起合上放灯 可惜未找到小兰 后来遇你昏迷便将你接到船上休息 打扭 打扰先生雅兴 哪里 一不早了 既同年迈 也正该歇下 少侠 少侠若要感谢 自当谢谢秦雪姑娘 在下学艺不精 切脉过后 并无办法缓下少侠体内煞气 幸而秦雪姑娘失围 情况方才有所好转 不知两位究竟遇到何事 至少侠昏迷不醒 秦雪姑娘亦是身上带伤 所幸都是轻伤 在下已给她外敷伤药用过 在下唐突本不该多问 险些忘记还有个小东西 她似乎一直跟着百里少侠 从帆云寨一路过来秦川 且以为是秦雪姑娘伤了少侠 对她可凶得很 阿翔 误闹 阿翔 误闹 图书哥哥 图书哥哥 这 古往今来 多有狐妖报恩之说 莫非 我 香菱是来江南找娘 可是 一直 一直都找不到 在山上玩的时候 就被那些大块头抓去了 要不是图书哥哥来救 那时候在山洞里 身体动不了 可是你们讲的话我都听见了 我一定要报答图书哥哥的救命之恩 图书哥哥叫香菱做什么 香菱就做什么 不必 不必 帆云寨中 我只为救人 对你何来救命之恩 乌灵山剑中见你真身 便已知你是狐妖 人与妖本非同路 你一起去吧 你去吧 图书哥哥是不是嫌弃香菱没用 连变人都变不好 有时候 有时候耳朵和尾巴还露出来 可是 我真的很努力了 会 会扑蝴蝶 还会抓虫子 图书哥哥你不要赶我做好不好 好 白丽少侠今日辗转奔波 想是十分劳累 不如香菱与在下先行告辞 少侠早点歇息 若有事情明日再说不迟 好 好吧 明天 明天我再来找图书哥哥 百里少侠自便 切莫拘束 那女子修为并不高深 何以能缓解煞气发作之事 天庸城一众长老均无即可施 唯有依赖昆仑山清气 莫非她的心法有特别之处 罢了 多想何意 但求速速解决玉衡之事 倘若若真有一日 为煞气所拾 坠入邪魔道 被师父助于尽下 亦无怨言 师父 请原谅弟子 私下昆仑山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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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爷不用心急 明日一早 我们便会派人去方家支会 若是方家应成婚事 自然将姑爷请出 则良辰即日筹备成婚之事 什么成婚 你们这是 这是毕良为娼 我连你家小姐是缘是匾都不知 怎能娶她 兔崽子 老娘不是说得清清楚楚 小姐就如老娘年轻时一般美若天仙 你耳朵是聋了 我宁可下掉算 我宁可下掉算 说什么 大点声 哦 莫非你见老娘风韵游村 想要大小通吃 这可没门 好女不识二夫 老娘家中的死鬼 可不答应 苍天哪 我宁可和一头猪成亲 至少饿了 还能宰掉吃肉 兔崽子尽管刷贼皮子 反正是别想逃掉 孙礼 我们走 姑爷 门口可是有人守着 劝你别想耍什么花样 我 我要去衙门 我要祭古明月 强强明南哪 今天是犯了什么态思 先被女妖缠上 后来又遇上 比女妖还恐怖的天仙 你说 谁是女妖 妖 妖怪又出现了 姑爷怎能吵吵嚷嚷的 别管她 八成是装疯卖傻 变着法子想逃 女妖 你还想做什么 我被害得够惨了 要不是你 要不是你 我怎会莫名其妙接了个绣球 莫名其妙又被绑进洞房 这么说来 倒是我的错了 姐姐这儿给你赔个不是 我可说不起 你这女妖到底想怎样 门窗单薄 门外守着的人 本不是你对手 有心想逃 岂非轻而易举 要你管 我爹说过 不可用法术对付寻常人 你爹倒是个迂腐好人啊 罢了 看你这小猴儿可怜 姐姐这便帮你一回好了 你 你 你要帮我 帮我逃出去 你 该不会是炸我吧 吴氏献殷勤 绝对是匡人的 你若不愿那便算了 乖乖留在此处 给人家当孤爷就是 我 你 真没别的 别的 不胆猴儿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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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帮帮我吧 等等 怎么 怎么又走了 还不出来 还不出来 都死了 你吸干了她们的筋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都怨我 早知道这女妖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就信了她 我怎么会信她呢 我也不知道 只能说这是我的业障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昏过去 阿弥陀佛 昏过去 阿弥陀佛 啊 太暗了 没看清楚 那边什么人 是孤爷 来人哪 快来人 谷野跑了 谷野跑了 你 你干吗就这样让他跑了 好笑 我不出手 你自己便不能出手吗 他等下就喊了人来 这下不打也得打了 侯儿 快快放下你那迂腐心思吧 爹 莫怪孩儿不听你的 我 我等下要是破了劲 他都是被逼的 摇到这下一个人 随便就可以加入 随便不能开始 揀手 不 正确 b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肯定不行 回家二姐也不一定站我这边 万一她不顾手足之亲 把我捆好了送给孙家 猴儿 你事已办妥 眼下轮到你帮我一个忙了 帮忙 好啊 不对 什么帮忙 你不是说不要报答吗 几时说过 可是 你害我被绣球砸了 帮我逃出孙家 就算扯平了 互不相欠 爸 何不先听听 我想要你做什么 这还用听 用屁股想都知道 我是绝对绝对不会答应的 如此说来 你倒是聪明得很啊 你别过来啊 再过来我不客气了 还不退后 看我消磨佛珠 红板咋把你红 红板咋把你红 怎么没用 到底是什么妖怪啊 猴儿 先把那珠子收了吧 莫惹笑话 姐姐只想请你帮个小忙 何至于此 信你才怪 什么小忙 分明是想 分明是想 苍天哪 我不要被女药吸干击血而死 这猴儿是怎么回事 满脑子古里古怪的东西 本事看她顺眼 不像那些凡夫 蜀木寸光 妄说神仙 怎的 胆子却这样小 明明本事也不差 琴声 这种感觉 似在何处听过 季已来了 何不坐下 可是身中气息不调 难以入眠 是否要在下 替少侠再切迈望枕 此非病痛 天下 无药可依 少侠年纪尚轻 一身修为 已是了得 在下虽不通剑术 也知少侠 必是师承高人 天资绝顶 既是如此 又怎会染上 这一身煞气 若不根除 家义时日 只怕 先生不必慧言 图苏自知冷暖 剑术之欲难以担当 彼之师父 何止云泥之别 师尊 方是天下遇见第一人 好一个天下遇见第一人 该问少侠 师成何人 师门猎徒 无言相告 少侠过谦 未知少侠 所付之见 可是师门所传 看来十分特异 却似乎不见用之 此件邪是好 不可用 在下糊涂 今日灯会 本不该做邪曲之谈 不若专心赏灯 夜风甚好 我们下雨 再次听见 再次听见 去看 车 车 大厦 我们下雨 小路 我们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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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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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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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惜古今凡胜如幻如梦 纵是风华绝世 也抵不过日影飞去 这世间又有何物恒久不已 在下便是这点煞风景 每见凡胜必敢凋零 百里少侠无关 先生 似对生死魂魄之事颇有所知 这 因读过清玉坛中典籍 自然略想一二 但也仅限那些陈年旧事 身为弟子难以忘却清玉坛因何没落 而魂魄之事终究飘渺 人生在世 却也见不得阴间地府 翻云寨中所说轮回往生之妄言 少侠 少侠万物放于心上 那先生何以炼制起死回生之妖 所谓治病救人 都道是 人死灯灭 便如这灯会圣景 终有尽时 人生岂非正如夜间行船 黑暗之中 时而光滑满目 时而不见无知 然而 灯会熄灭 船会停止 十岁与生死 本是凡人无法可想 无计可施 少供不自量力 妄想逆天行事 看一看 凡人若有朝一日超越生死 又将是何种光景 先生高智 无怪乎琴曲中 饮有沧海龙吟之相 少侠亦懂音律 师尊曾言 琴乃圣人之志 至心宜情 尽邪归正 以何人心 古来有琴心剑破一说 琴与剑 冥冥之中 似有天定之远 少侠师尊剑术超凡 兼识得琴意 风采实在令人神亡 在下盼望 来日能够有幸遗物 祇同不宜舟车劳顿 在下便让他留在秦川柱上一段时 我们即刻启程 由榆山珍珠滩渡江 往江都寻一齐人 请他补测其他玉衡碎片的下落 前路迢迢 须多仰仗 在下能帮上忙的实在不多 此处有些丹药 与修行之人所需领悟 赠与少侠 万无推辞 如此便多谢欧阳先生 屠苏哥哥 少供哥哥 等等我 屠苏哥哥 乡林 死去绝非玩乐 一路上艰难险阻 无法说尽 你一个小姑娘 实在不应根取受累 我不怕 江林知道 你们有大事要办 我 我也能帮忙的 不信你看 今天就变好了 没露出耳朵和尾巴 你有这份心意 已属难得 既是要向百里少侠报恩 在下也不便多说 一切由你本心决定 若是不怕 便同路而行吧 小公哥哥 你真好 大鹰 我买好吃的给你 买我最爱吃的东西给你 你不要讨厌我好不好 不理我 不理我 本想让那猴儿替我在秦川寻个人 眼下看来 倒是不必了 我 很快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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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